好 因為其實大部分同學 可能你真正在選課的時候 大部分都沒有很認真看老師到底學什麼 你只看這個老師認不認識 第二個好不好過 第三個有沒有很多作業 對不對齁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我們學校在看的就是看大綱 課程大綱 標準的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第一週 第幾週 第幾週 但是呢 我的部分不只齁 就是我在這邊還有 我上課會做到哪些影片 哪些因為我也是上AE 我一整個學年都上AE 所以會做到哪些內容 我們會把它放在這邊 同學呢 他可以自己進來看 比如說像這個蝴蝶動畫 他不只看到那個 他可以真正播放一下 了解一下說 我們做出來的樣子是什麼 好 那這是一個 再來呢 這樣還不夠對不對 所以呢 我把我們的上課錄影片 我也有公告在上面 他不只可以看我現在正在上課的 我以前怎麼上課 他也可以自己先看 因為我的資料都公告在網路上 這樣子 老師希望同學是願者上鉤嘛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嘛 這樣了解齁 所以這是我的設計的方式 那麼另外一個呢 這邊還有一個是 就是多媒體的 因為我這個學期也有開一個新課是多媒體的 那這個部分呢 就上課錄影片我還沒有公告 但是我也會把我要怎麼上大概的內容 我都會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會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事實上你在選課的時候真的要注意很多事情 才不會踩到陷阱嘛 對不對 不然每次都要用加退權這樣也很累啊